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穆子 今天要教大家一个瘦手臂的方法 很多减肥的朋友都会说自己上臂是最难减掉的地方 有时候身材已经变瘦了 但是夏天穿短袖的时候还会露出两条非常强壮的手臂 显得非常的难看 其实这是因为我们心经和大肠经不通的原因 造成的上臂坠肉过多的这种情况 心经和大肠经不通的人呢 还会有心烦、失眠、睡眠质量差 以及便秘、体内有宿便这些问题 那接下来呢 大家就跟木子老师一起学习这个 让我们的上臂变得迁徙的方法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动作的示范 我们站立的时候把双手向两侧平举 双手握拳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个动作 我们从后往前去画圈 这时候手臂一定要是伸直的 不能是弯曲的去画圈 双臂伸直画圈 逐渐地加大 我们以最大的程度去画这个圆圈 在画圈的时候呢 很多人会觉得自己的关节有咔咔响的这种现象 或者呢是感觉自己手臂活动受限 这些都没问题 都是我们正常的现象 那我们以自己能够承受的最大程度的去画这个圈 我们从后往前来画三十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 三十圈之后 如果您感觉手臂肩膀非常的酸痛 那我们可以休息活动一下 拍一拍 让肌肉放松一下 接下来呢我们来做第二个动作 从前往后去画这个圈 那同样的双臂是要伸直 双手握拳 最大程度的画圈 三十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三十下做完之后会感觉肌肉非常的酸痛 我们活动一下休息一下 接下来再来做第二组 那第二组同样我们是往前三十圈 往后三十圈 第二组做完之后 我们同样可以放松一下 再来做第三组 每天坚持做三组 那我们坚持一个星期以上 就会感觉自己手臂上的坠肉变得紧致了 那手臂呢也看起来更加的纤细 更加的有线条 穿衣服也会显得更加的好看 人呢也会显得非常的精神 非常年轻 那我们心经和大肠经的淤堵得到了疏通 我们失眠多梦心烦这些问题呢 也会得到很大程度上的缓解 如果说我们的便秘速便都能够得到缓解 速便排出体外 垃圾毒素减少 我们整个人呢 气色也会看起来更好一些 好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动作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养生贵在坚持 如果您有好的方法或者是有疑问 欢迎给我留言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